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和活动人士在11月12日聚集在美加州三藩市市中心向出席即将召开的 第30次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峰会的亚太各国领导人表达抗议 这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和以往一样以讨论经济议题为主 而示威者当中有人抗议中国政府侵犯人权有人痛斥大公司维利仕途有人评激工作环境恶劣也有人反对目前正在进行的以下战争 美国是这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东道主总统拜登将会出席并主持会议 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将会与拜登总统举行一场国家触目的场外双边峰会 其他还有20多个亚太国家以及地区的元首或他们的代表出席会议 美联社的报道 亚太经合组织这个星期开会的期间 三藩市的大街上每一天都会有抗议的示威 一个名叫对亚太经合组织雪北联盟的组织 旗下有100多个基层组织 该联盟认为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这样的会议上达成的贸易协议 剥索了工人以及他们的家人 中国海外民运领袖魏京生黄军淘和黄丹 在上周末也在三藩市召开记者会宣布举行各事会议 讨论如何结束中共暴政